該關小王教第二大隊公司的隊員 前的部隊仁義談參加水學救災訓練 意外賭水 讓救起來的時候已經沒有喘悔心跳 傷亡激發後希望 這是小王教成立以來 第一位唱水訓練的意外 小王教漸停目前所有的水學訓練 目前對家屬我們是盡量提供這個協助 還有關後續的商場事業 還有消耗局來做這個協助 事實發生我們對家屬真的很抱歉 我們消耗局我們本身的同仁 他是很優秀 很優秀平常是很努力的一個同仁 反正我們真的很難過 這個我們會貨我們施貨會做相關檢討 我們都照相關SOP 待會環節哪個地方是好好可以再精進的 公司隊員的參謀到水面通沒了後 差水情況會沒有3.35分開始掃射 55分找到公司隊員 進化的時候已經沒有喘悔心跳 希望環節已經沒有請檢討官查明 公司隊員參加婚人意外思榜 符合他們說希望的要件 相當的專案合照先進輔助金 牽水的學員會從我們看到A點跟教官報備之後 然後下潛到15米的一個B點 那當然這個B點跟這個C點B點 我們都有配置我們的牽水的教官在這個底下 上面還是有一些我們的IRV做一個警戒跟介護 那據了解就是這一組從我們A點下潛到B點 連著繩索到西點上升的時候 據他前半來敘述說他因為本身身體不舒服 結果身體不舒服所以馬上要上升 所以在這個上升的過程中在中途中他覺得 這位翁元他的手有鬆開被鬆開 所以他上升之後有跟上面的教官來敘述 那教官了解之後立即那就下去做搜索 其實目前我們包括我們民間團體參加我們消防局的一些訓練 我想在這個一開始的訓練 教官都會去去徵詢每一個參訓隊員的一個身體狀況 這個不管在任何大大小小的水域訓練 或者是火葬訓練都會有這樣的徵詢 那目前來講參加也從來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教官最上級生學會理屬李文正說 他鄉鄉當年參加過很多範圍的訓練都沒有發生過意外 訓練之前身心的健康、困民狀況 當天的天氣、水溫都要注意和檢討 家屬他們對死者的死因是逆斃他沒有意見 那他們在整個鄉運的過程當中有提出一些疑慮 那怎樣會針對家屬提出的疑慮才以調查 該地檢室主任檢察官蔡英俊表示 檢察官會同發育消炎後 發言死者處理面有不好 代表悉保有一個罪 確定是逆施 家屬對死亡原因沒有意見 檢察官會向西方教調查資料 並且轉到鑑定後 調查到沒有掌握到任何過程的政經 記者 黃沛蓋 館長報道